而在寒冷的冬天 在屏東三地門鄉民眾服務站 來了一群部落客 各自善用自己的美髮專業義務的幫部落 裡面的居民剪頭髮 在今天一大早屏東三地門鄉民眾服務站 很熱鬧 三個座椅早早就站滿了 想要剪頭髮的民眾 可以由志工來意檢 很多民眾都很開心 因為現在光是在外面剪頭髮 至少兩百塊起跳 來自高雄屏東地區的美髮師 秉持著義務服務的熱情 從霧台一路撿到了三地門 也來到了里那里永久屋幫忙意檢 不但省了居民的荷包 很多人也感受到暖暖的愛心